有一名阿伯在高雄的三明區 一間醫院裡大聲咆哮 伸手比讚 但是卻是要大家不要再來看診 原來他的大拇指受傷 縫了九針疑似不買醫生 包紮得不緊密 才會高舉傷口大聲抗議 頭髮花白的阿伯高舉 左手比讚卻在醫院裡咆哮 要大家不要再來看診 原來阿伯豎起大拇指 不是為了要稱讚醫生 而是因為他質疑醫生 沒有好好處理他的傷口 才高舉被紗布包住的大拇指 在眾目睽睽下抗議 不顧旁人的勸阻 阿伯在現場鬧事將近五分鐘 原來阿伯的大拇指 被割出三公分大的傷口 十三號到三明區 某一間醫院看診 縫了九針 十八號回診 經過醫生判斷 傷口需要通風 才沒有把指頭緊緊包住 但阿伯似乎無法接受 醫生根據患者的婦人狀況做處置 疑似是溝通不良發生誤會 導致阿伯大鬧醫院的情形 不過阿伯失控的行為 無法解決心理對傷口的擔憂 反倒還打擾了其他病患的安寧 記者蘇一婷 黃耀明 高雄報導